我是古阿牧 今天要來做一個煮火鍋的實驗 在閃光少女這部電影中呢 男女主角他們在宿舍寢室 那通常宿舍裡面是不能開火的嘛 可是他們又想吃火鍋怎麼辦 這時候他們就去準備了飲水機 用裝熱水的部分來煮火鍋 還準備了離子夾來烤肉片 所以我今天也去準備了相關道具和一些食材 打算來測試看看究竟 這樣做是否真的可以弄出一些能吃的食物呢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做火鍋湯底吧 就是我們要先打開這個 裝熱水的地方 一般飲水機的溫度是 他要沸騰應該要100度以上吧 對不對我看 對現在是100度 然後偶爾去買這個湯底 我這個水這麼少 我應該加半塊進去就可以了 差不多這樣就行了 我們口味不要吃太重啊 吃清淡一點 好現在 我要來幫我的 離子夾上 錫箔紙 肉材不會黏在夾子上面 離子夾的溫度其實也挺高的耶 我看這個可以到200度是不是啊 所以女孩子平常都用這麼危險的工具 在自己的頭上畫來畫去嗎 好 包好了 我讓他熱一下 接下來我要幫我的肉片 米點醬 再烤 因為 我現在一直買不到刷子 再加上一般 宿舍寢室裡 應該是有毛筆的吧 所以我們用毛筆來沾醬 應該蠻合理的 好 那我覺得我的湯塊 好像也差不多了 我們先從蛤蜊下手吧 先煮幾個蛤蜊來試試看 這個東西應該是最好煮的吧 有個問題啊 立委你拿給我的這支湯瓢 沒有鉤子 它會掉下去耶 怎麼辦 我操我這怎麼這麼深啊 欸等一下 我蛤蜊掉下去了 糟糕 我剛剛放五顆下去 現在剩兩顆 欸 開了開了開了 你看這一顆 直接開了 我們可以直接吃了 你看 這一顆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我們先放桌上了 嗯 嗯 用飲水機煮起來的蛤蜊 特別好吃喔 好 現在我要來煮水煉 怎麼那麼長啊 加高你沒有先切過啊 你買這麼長的菜 是因為 這樣比較能放在深水裡面煮 是不是啊 你這樣 偷溜著 好下去下去下去 吃肉也要吃菜 快兩萬八了 青菜丟下去就要來烤肉片 好啊 我們煮一下水煉 然後來烤肉片吧 有沒有聽到 看一下要烤多久 這個肉片沒有很厚 有了你看後面都熟了 唉唷有一點焦了喔 但是看起來 應該是蠻好吃的 喔 香噴噴 這大概是我做過最輕鬆的一集實驗了吧 應該可以了吧 各位 你看看我烤的肉片 不錯耶 加高 我在料理工藝一流 好吃 你們你們 到底幹嘛要買這個菜呢 你們是搞我喔 你看 這樣燙過就可以吃了嗎 很香耶 我這個湯底選的不錯 上不這樣吃麵 我們先來用燙可麗試試看 這樣子嗎 有耶有聲音耶 手要一直按著有點痠 這樣我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耶 吃是可以吃啦 就是動作慢了點 如果再讓我多這樣子煮個幾次火鍋 應該就順手了 你看有沒有看到它開了 哎唷裡面還有湯汁 啊唷 幹好燙喔 欸用烤的 味道也很香耶 好啦 我要丟下去囉 先丟下去 待會再來研究什麼 把它拿起來 欸 欸筍子不會沉耶 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 方便多了嘛 那接下來 我們要來烤魚 烤魚的話 要先拿錫脖子 把魚包起來 對不對 包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 哎唷 這個離子夾被我用的好油喔 它以後應該 就只剩下烤肉的功能了吧 應該沒有人會再拿來加頭髮 還有這個蛤蜊 到底開了沒啊 為什麼 放了筍子之後 蛤蜊就不開了耶 這個東西有煮熟的問題嗎 不錯 那我們來烤魚喔 好 這樣還蠻適合的 我再 用錫脖子 把整個包住 好 這樣應該不會燒掉吧 我對離子夾構造 其實沒有太多概念 待會我們來看看會烤出什麼東西 我應該可以一次多烤幾片 好 反正我現在有 水擋在上面 飲水機它這個 本身沒有到很高溫吧 煮的速度比較慢 一口癢下去 滿嘴都是汁 吃 包 répondre 怎麼回事 It being the mochi puвер 什麼意思會不會燒掉 stro public 它翹起來了 我們先看看 我的魚發生什麼事啊 哈哈哈哈哈 好飽無傷 有啦有啦 裡面是有一點熟啦 可是 這零能吃還很遠吧 而且有一點爛掉啦 我現在不敢亂剝它 我怕把它弄壞 其實我覺得如果繼續燙下去 魚是會熟啦 可是我梨子夾燒掉了 可能梨子夾還是 比較適合烤烤肉片就行了 那這樣子我們的這個 牛排也 派不上用場了 魚都還沒有烤熟牛排 應該就不用說了吧 我看一下 有喔 你看裡面其實是 已經有點小熟了 但是 我覺得可能還要再一下 我待會可能要直接下去 用正常的方式把它煮熟來吃 因為現在這樣 要生不熟的有點尷尬 在我有沒有想像中 我還要用梨子夾來煮牛排 我真的很想吃這個烤牛排 所以 我去弄了一隻 更高級更大的 梨子夾 好 開店 那我們暖雞一下 有了有了 那我們來 測試烤牛排囉 小剛好這牛排也不切一下 這麼大塊 怎麼沒有不滋不滋的聲音 有喔 他在不滋不滋囉 有沒有聽到 看得清楚嗎 你們有沒有感覺到那個 油脂 其實還蠻方便的 所以以後就是要挑這種 麵雞大的就對了 喔 蠻香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裡面其實可以吃了耶 有沒有 看起來好不好吃 反過來下面燙著 上面吃 哎呀 你看 下面燙著上面吃 哎 美滋滋 很方便耶 烤肉加熱神器 而且我覺得我這個大概剛好烤 五分熟左右 我覺得這個熟度非常適中 很好吃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準備來做結論 你看我這個湯 看起來很清澈 蠻好喝的 可能因為我的筍子在裡面放蠻久的了 都是那個筍子的味道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你用飲水機煮火鍋 和用梨子夾來烤肉 是沒有問題的啦 大概比較可惜的就是我 我沒有注意到這個飲水機 它那個鑽熱水的地方很長 所以我今天準備的工具不太方便 變成我有一些掉下去的食材吃不到 可是其他 什麼蛤蜊 筍子 青菜 肉片 我覺得煮起來都蠻好吃的 然後用梨子夾 烤肉 烤蛤蜊 也都蠻成功的 我剛剛用第二隻梨子夾的時候 你們也可以看到我的技術已經變得比較純熟了 我這次把洗脖子包好 然後烤這個牛排 很方便喔 因為那個梨子夾 它是兩面都有熱度嘛 等於我不用自己翻面 你知道嗎 我就一直夾著 然後烤了大概五分熟 七分熟吃起來 喔唷 真的很不錯 比較可惜的就是 我自己覺得 烤魚不太方便 其他的話 都沒什麼問題 OK 那今天的實驗就到這邊 希望這個實驗對你們有幫助 如果你想看我做更多電影實驗那樣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告訴我是什麼電影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下狗 你來吃吃看 這個魚現在到底幾成熟 快啊 感覺 你看這裡是白色的肉耶 快熟了啦 我家喔 我家喔 一個小時那裡 我家的 然後 我家那這個 那我揹去 那我家的